那好,我们讲了这么多 好,我们先回过头来看刚刚 路加福音第五章 我相信你刚刚有了这些背景以后 你再来看耶稣为什么这样讲话 也可以看到为什么立位会做出这么戏剧性的改变 你想想看哦 他好不容易才爬到一个税务官的一个地位 而且可以不试生产就有钱可以拿 白花花的钞票 他只要身手 这边有权柄给他,他可以去拿 那拿了以后呢 他又晓得怎么去算 去讨好当权的人 然后下面的人敢怒不敢言 所以他是一个可以说占尽便宜的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你说,比如我有房子 但是呢,我赚不到钱 有人租了我的房子 再去租给别人,就是二房东 用别人的产业 然后呢,像需要的人来收钱 他在当中他就可以炸出一些东西来 对不对 税励就是差不多这样的人 在当中炸钱的人 他就是去炸上面,炸下面 上面炸一点点,下面炸一点点 所以,税励是一个这样的人 那但是,这样的一个税励 他,其实他的本名叫做立位 立位跟税励 其实是两个完全不搭嘎 不相干的一个关系 但是,这个矛盾很冲突 结合在这一个人身上 好,那我现在要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将来你的孩子长大 你要辅导他们去工作 你要辅导他们进入到社会 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那你自己的人生当中也在选择职业 有人是当老师 有人是当工程师 会计师 士能工商 各式各样的职业 你仔细来分析 人一生当中 如果每个人都要拿出贡献 人可以分两类的工作 两类的工作 两大类的工作 一大类的工作是什么 就是说 像我来看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要来到这个世界上 不是他自己决定他来的 是我把他带来的 对不对 因为我们结婚了 我们生孩子了 把他带到这个世界来 那也不是我有能力带来 是神透过我把他带来 但对他来说 不是他自己的意愿 所以有的时候我的小孩说 爸爸你为什么把我生出来呢 我都不晓得为什么而活 你也没有经过我同意 然后就把我生出来 我就出现在这个地球了 那出现在这个地球上 我要读很多书 我要做很多事 我觉得很烦恼 我们家老三曾经这样讲过 他说 我不晓得活下去的意义是什么 那你问我 我还问谁 我也是被人家带来的 我也是我父母亲把我带来的 他也没有跟我讲 讲好打商量 他就把我生下来了 生下来以后 噼里啪啦我就开始要长大 我就开始 要面对很多事情 人家读书我跟着读书 人家努力我跟着努力 人家做家事我做家事 人家要养家糊口 我也跟着养家糊口 其实人生有很多都是乱 就是 稀里糊里就开始了 但是呢 无论如何 你仔细分析起来 其实很合理 因为有人把你带来 对不对 所以他就要负责 他负责把你养大 因为是他把你带来的 所以父母亲对儿女有一个责任 他就给他吃 穿用 食衣住行 都给他预备 还有教育他 让他成长 对不对 成长到一个程度 他自己 成家立业了以后 他有他自己的孩子 他要把他的孩子给养大 因为 谁把你带来 他就有一个责任 要好好的让你在这里生活 然后生活的时候呢 让你长大起来 你不单单自己生活 供应你自己家里孩子的食衣住行 同时在这个过程中 你找到一个专厂跟职业 你也供应别人带来的孩子 所以其实 你仔细分析起来 我们每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不管你做什么行业 都是在完成这样子一个目的 每一个人都是被 人家带来的 带到这个世界上来 那世界不会活到永远 有一个阶段 那在这个阶段里面 生老病死的这个阶段 所需要的一切 就需要有人负责 来供应 是有人去做农夫 种田 给人家吃 有人去做畜牧业 去弄肉给人家吃 吃了才活下来嘛 那有人去车衣服 然后去给人家穿 那有人去盖房子 给人家住 然后有人开车 让人家可以东奔西跑 然后也有一些是做教育的 可以让人家有知识 有一些是搞艺术的 可以提升人的精神层面 那所以 无论怎么样 第一个大类 就是说 人生里所要提出来的价值 就是为了 被带来的这些人 在离开这个世界以前 所需要的 当医生护士 也是这样 因为这些人会生病 所以你需要供应他 当会计师呢 因为这些人不会算数 他们又要缴税 所以需要有人帮他算 所以呢 反正你做什么事 就是为了 这些人被带来了以后 在这个世界 还没有离开以前的 这个阶段 来服务他们 这个就是你的价值 但是问题是 这些人来到世界 是因为 神给他灵魂 再加上一个身体 这个身体 有各式各样的需要 但是有一天 这个身体不动了 灵魂还要跟 这个身体脱离 对不对 脱离了之后 到哪里去 到哪里去 到天国去嘛 回到神那里去嘛 那回到神那里去 需不需要做选择 需不需要做预备 需不需要被教导 也需要 所以呢 在这个地上 就像犹太人的十二个支派 一样 四农工商 三百六十五行 就是在做 为被带来的人 服事的这个内容 的工作 但是呢 神从当中拣选了 十三分之一 的立位人 这些人 也闪住在这些人当中 他们所做的事 帮助这些被带来的人 将来 要再被带到天国去的工作 这个就是一刀切 完全不一样的价值 在这里 你的工作 是服务被带来的这些人 今生的需要呢 还是说 在这些人当中 你还要告诉他们 你今生 十一住行 你都需要嘛 你今天吃完了 明天还饿 我就一直煮 一直煮 煮到你哪一天 你死了 你就不需要再吃了嘛 但是 到你死的那一天 我的开的餐厅 我煮的饭 就没有用了嘛 那 接下来呢 可能要有一些人 来接下去 你死了以后 你不再吃地上的食物 那你要到哪里去 那你要在那边做什么 然后跟 那里 会发生什么事情 需要有人 教你 预备你 你要 为天国 为天国来做预备 所以 彼得 本来是渔夫 渔夫的工作 就是打鱼 给人吃 那耶稣说 我呼召你 呼召你做什么 从今以后 你要得人如得鱼 得人 得人做什么 得这些人 预备他们进天国 有没有 所以呢 是有人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 所以他 抚养你 你也带人来 所以你要抚养他们 但是呢 你有没有想过 那你带来的人 你有没有 责任 也要把他带到神那里去 有啊 像秀利生了 育成 你不单单要教育他 要让他吃得好 长得好 那有一天呢 你死了以后 你要到天国去 对不对 那你希望有一天他死了 会不会在那边找到你 会 那这样子的话 你就不能只是预备他今生的需要而已 你要为他预备 那带来了以后的需要 还要带他到天国去的需要 是吧 所以立位人 说穿了立位人在做的工作 就是把人带到神那里去 的工作 是吧 所以很多的人只有想到 把人带来 努力这一块 但他没有想到 努力的这一块到了有一天会没有用 之后还要到那里去 那一块 所以保罗也是这样子被呼召的 彼得也是这样子被呼召的 约翰也是这样子被呼召的 然后呢 摩西也是这样子被呼召的 呼召出来做什么 把我的百姓带到未来神预备的国度去 所以这个就是人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差别 一个关键的跳跃 好 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一段的经文 27节 路加福音的第五章27节 他说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 好 那税吏的工作是地 前面的那一种工作还是后面的工作 前面的嘛 他是帮活在地上的政府跟百姓来做算计嘛 对不对 然后税吏 但是他的名字里面 事实上神所给他的天命 等于神拣选他 神给他这个名字 神在他生命当中的计划 却不是做税吏 是做什么 是做天国的 是天国的事 所以呢 耶稣看到他的时候 就一直看着他说 嘿 你有没有搞错 你的名字是立位耶 你怎么在做税吏呢 你不要再做税吏了啦 你从现在开始 你来跟从我 跟从我 而且你还要去帮助人来跟从我 来跟从我 所以呢 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 跟从了耶稣 这个对税吏 这个对立位来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反转 他以前的人生的价值 是为了地上的需要来做 是现在被提升 开始学习 把这些在地上的人 带到神那里去的工作 好 所以呢 第二十九节 我们看立位 他跟了耶稣以后 他就在自己的家里 为耶稣大摆宴席 然后有许多的立位人 跟他同行的 还有别人 跟他一起来做行 有可能是他的客户 有可能是以前他的同伴 同事 然后呢 这些人都来做行 请问你 这个立位跟了耶稣以后 在家里 请人吃饭做什么 对啦 就是来分享 就是来介绍 就是来告诉这些人 我改变了 你也可以这样改变 所以秀丽他信主了 他说 以后没有地方聚会 来我家聚会 或者来我家祷告会 也可以 为什么 因为他自己 被神改变了 被神改变了以后 他也 被赋予一个改变 其他人的 一个托付 而且这些人 本来都是跟他一样 都是在地上打滚的 都是只有想到 在地上赚钱的 都是只有想到 在地上做地上的事 但是没有想到 天上的事 那立位呢 他就开始 开始 来跟这些人分享 他开始做见证 也成为 他地上的这些人 跟天国之间的桥梁 这个就是立位 翻转以后 生命的很大的改变 然后呢 第三诗节讲到 法利赛人跟文士 就向耶稣的门徒 发愿言 他说 为什么跟 瑞利跟罪人 一同吃喝呢 其实这个地方讲到 当时神 耶稣与他们 一同作息的时候 这些致命清高的 自以为圣洁的 这些教法师 还批评耶稣 批评 然后呢 耶稣就怎么回答他们呢 耶稣说 其实你们根本不晓得 我道成肉身 我为什么而来 你看 我来到人世间的目的 就是因为我看见 人类 都生病了 所以人类 每一个人 我不相信 有一个人从生出来到死 从来不生病 我想全世界找不到这样的人 所以全世界上的人 只要是人 都有病 都需要医生 所以呢 不只是肉体有病 灵魂也病了 灵魂的病就是犯罪 圣经讲 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连一个艺人都没有 一个都没有 所以如果全人类都需要医生 全人类也需要灵魂的医生 我来 就是做你们身体跟灵魂的救助 所以他说 如果你没有病 你不需要医生 如果你是医人 你没有犯罪 你不需要救助 但是很可惜的 你们都是病人 你们都是罪人 我来的目的 就是要帮助你们所有的人 来得救 我来呼召人 回归神 神圣的 属灵的 永恒的 属灵性的生活 然后呢 这是耶稣的回答 然后我们再看 第33节 开始到35节 这些人就更进一步 问耶稣说 那好 你说要把人 带到属灵的方面去 那为什么 约翰的门徒 他们很近前啊 他们近前到一个地步 他们近时祷告 那法利赛人 也守他们的律法 律法有600多条 我们通通在守 安息日啊 不能碰 不能摸 然后洁尽的东西 才能吃什么 他们守很多的律法 但是 但是你呢 你说要把他们带到 属神的国度里面去 但你的这些门徒 怎么好像 跟我们不太一样啊 耶稣就回答他们说 新郎和陪伴的人 同在的时候 请问新郎是指谁 新郎是指他自己 我们是要跟神合一的 新父 我们好像是他的新娘 新郎跟新娘 本来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因为立了约 因为彼此相爱 就成为一个新的群体嘛 成为一个新的家庭 成为一个很密切的关系 所以他说 当新郎和陪伴他的人 同在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不需要近时 祷告的 不需要近时 用刻苦举心 但是日子将到 如果新郎离开了以后 所以其实啦 耶稣的意思是讲什么 在神还没有来以前 你们很渴慕神 很渴慕神 所以你们等候神 等候到一个地步 你们愿意牺牲时间 牺牲享受 所以你们禁食 祷告 但是你所等的已经来了 已经来了 你还在牺牲什么 你所等的 你苦苦等候的人 已经出现在你面前 你不起不是赶快 抓住这个机会 跟他建立密切的关系吗 跟他一种享受 你跟他合而为一的生活吗 生命吗 所以耶稣说 其实最重要的 不是 不是在地上的 这个 追求的方式 而是要 最重要的是要 建立跟神 天上的永恒的关系 我再讲一次 耶稣指出来 最重要的 乃是与 创造万物的 这位造物主 恢复同在的 永恒的关系 人以为信仰是什么 人以为 就是法利赛人 他们认为 信仰就是追求 在地上的一种 规范 生活的规范跟教条 这是法利赛人的认为 认为说 我们在地球嘛 那我们要有信仰嘛 那我们的信仰是地球人 要接触天上的神嘛 所以呢 天上的神在那里 我们地球人在这里 所以我们就要用 模仿天上的方式 来给自己很多的 教条跟规范 但是耶稣说 那个是你们在地上的阶段 但是我现在已经来了 我来了 还有你将来要到天国去 重点不是一直预备 一直预备 一直预备 而是预备了以后 当它实现的时候 你就进入到 合一的关系 而不是继续的预备 懂吗 所以耶稣就跟他们讲 重要的是 与神建立真实的关系 所以今天我们 很多人来教会 我们接触到基督教 好像是一个信仰 很多人说 那你们去教会要干什么 很多外邦人还没有来 是捐钱要捐多少 然后礼拜几 非得去不可 有15 要去拜拜 没有15 但是每个星期都要来 礼拜天要守安息日 他们就说 守安息日 使忆奉献 然后要查经祷告 还要服事 还要干什么 要传福音 他们都在想这些事 但是其实所有的这些事 耶稣说 所有的这些事 都是在体验 你跟我同在 的关系 这个才是重点 奉献目的是什么 为了感恩 对不对 奉献目的是为了爱主 然后守主日 为的是什么 守主日不是说 礼拜天 神给你卡死 你就必须滑站 一小时 在这个地方不能动 不是 守主日是 给你创造一个空间 让你跟神 可以一起生活 那在这个生活当中 你可以向他唱诗 你可以向他祷告 那他可以 把圣经的道 讲给你听 你在这个地方 是跟他 好像在很热烈的 很高兴的打电话 跟他用一种 很愉快的方式 在相处 如果你不愉快 聚会不愉快 一直打瞌睡 然后很沉闷 然后唱歌 也不想唱 祷告 也不想祷告 想听到 一听到 觉得很枯燥 那这样子的话 不是在享受 你是在守一个 所谓的生活的规律 规矩 律例 跟一种规范 所以法利赛人认为 信仰就是一种 很刻板的要求 跟规定 但耶稣说 不是 信仰是跟神 有一个活泼 鲜明 真实的关系 那个才是目的 才是真正的作用 然后呢 第三十六到 三十九节 耶稣又更进一步 耶稣就说 他可能觉得 这样跟他们讲 他搞不清楚 所以耶稣就用了 这一段比喻 告诉他们说 重点呢 就是说 新酒要将 新酒要装在 新的皮带里 然后呢 新的 神要给我们的 新酒代表是什么 神要给我们 新的生命 入住 你要喝新酒 代表圣灵要住在你里面 这是新的生命 然后是内在的 然后我们以为 皮带是什么 皮带就是你的 外在 就是你的 生活 所以呢 耶稣说 我要给你们是 新的生命 而这个新的生命 会带来新的生活 所以你们要 预备好 用新的生活的 形态 来迎接这个 新的生命 在你的里面 所带来的改变 而不能说 接受了新的生命 然后用旧的 生活方式 因为旧的生活方式 没有办法体现 新的生命 在你的里面 懂那个意思吗 好 所以呢 这个就是要 用新的酒 装在新的皮带 好 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刚刚讲的那个 税吏 立位 他是不是 信了主 接受了新的酒 在里面 那他是不是 以前税吏是 搜刮人家的 现在他开放家庭 来分享 所以他是不是 用新的皮带 来装新的酒 是 所以他的生命 就开始改变了 所以人 那最后一节 最后一节 很有意思 他说 耶稣说 没有人喝得成酒 又想喝新的 他总是说成的好 那就是说 人以为传统的 是比较安全 可靠 却没有想到 却误解了 传统的价值 然后用传统的方式 来取代了神 要在我们生命当中的 更新 还有创新的祝福 所以我们要回应 神的呼召 其实也是一种 生命的冒险 回应神的呼召 也是一种生命的冒险 因为你要用 一种完全以前 不同的方式 来过新的生活 而这个新的生活的依据 是从圣灵 在你里面的感动 还有圣经上话语 给你新的教导 我在大父亲的书里面 有讲到一个 很奇妙的事情 在英国 在工业革命的时候 因为机器取代了人力 所以很多人失业 很多人失业 找不到工作 连钱都没有 剩下一点点钱 他没有办法面对现实 他们把这一点点钱 拿去干什么 喝酒 到酒馆里面 把自己灌醉 灌醉了至少 我不能解决问题 我至少今天 可以忘掉问题 所以那个时候 很多人去喝酒 喝酒了以后 没有钱 就去偷 就抢 去干坏事 拿到了钱以后 再怎么办 没有远景 再喝酒 就是这样 再喝酒 结果呢 酒店反而生意好 没钱吃饭了 还有钱可以喝酒 就这样 为什么 为了要逃避现实 结果呢 有一天呢 黄昏的时候 黄昏的时候 人家下班的时候 酒店应该生意开始好 但很多人围在酒店的门口 在那边等啊 等啊 奇怪 敲门 老板啊 今天怎么不开酒店 我们要喝酒 我们大家都在门口排队 怎么不喝酒 后来呢 那个门也没有开 但是那个酒店的窗户打开了以后 有一个 从窗帘这样 下来 然后在窗帘上面写着 酒店老板信耶稣了 停止营业了 从此不卖酒了 酒店老板信耶稣了 这个酒馆关了 赌场也关了 舞厅也关了 都关了 为什么 因为这些人 他们信了耶稣以后 他们的生命改变了 他们的职业改变了 他们不再去赚这些钱了 他们要开始做什么 他们要开始 酒店老板去做见证了 传福音了 带人到教会了 以前是带人来喝酒啊 现在是带人去信耶稣了 所以呢 他们就是用新的皮带装新的酒 如果说我已经被圣灵充满了 好 我继续再开酒店 你们再继续喝吧 开赌场 继续赌吧 那是不是新的皮带 不是 不是 好 那当然这个是比较极端的讲法 那法利塞人 耶稣说 你们自认为好的 还是不够好 信了耶稣不是守这个律法 信了耶稣以后 是恢复跟神真实同在的永生的关系 好 这个才是重点 好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们以后传福音 也是提醒人的一个信仰的一个重点 内涵在这里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今天我们从立位 这个税吏 叫立位的税吏 来看见 怎么回应神 神圣永恒的护照 我不晓得 你对你的人生的价值 看的是什么 是不是我们也想成为一个 像税吏一样的人 但是呢 即使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所看见的 你不只是一个税吏 你应该要成为一个立位 成为一个立位 立位人 所以当神呼召我们 改变我们 带领我们 来到他面前的时候 我们要突破 要突破 以建立与神密切 真实生命活的关系 来取代 我们过去生活的很多的规条 然后以 圣灵在我们的里面 新酒装进来了以后 过新的生命的 翻转 生活的改变 来 取代我们过去的 旧的 皮囊 所装的那个旧的旧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我看到立位 他的生命 在那一天 就有个很大的翻转 圣经讲到 耶稣说 来 跟从我 那个立位 他醒过来 他就撇下一切 就跟从主 撇下一切 跟从主 他的生命就有个极大的翻转 因为这个翻转 也带动了很多的人 跟他一样的翻转 所以你看他就 开始开放他的家庭 成为一个 敬拜神的地方 传福音的地方 祝福人的地方 那以前可能立位开放家庭 就是干什么 招待那些 权贵 怎么样来勾结 怎么样来操盘 怎么样 在后面 来做一些什么 股票上面的那种操作 那个叫做内印 还是什么 内线交易 以前是做内线交易 现在是做天国的事业 神成为他的产业 他也成了神的产业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在天上的父神 很多的时候 我们过完了一生 也还没有搞清楚 这一生在过什么 但是透过今天 简短的这一段的经文 让我们思想 过去我们的人生 还有我们在教育 我们的儿女的人生 还有我们对 这个世界上 我们许多的同事 朋友 我们对他们的认知 跟他们的价值的肯定 还有他们的这个生活的 生命的意义 我们以前的看法 是一种的看法 但是今后 求神让我们有一个 不一样的看法 是属灵的看法 天国的看法 我们自己先被神更新改变 成为一个属灵的立位人 也能够帮助其他的人 让他们也可一个一个 成为被神呼召 被神使用 不单单我们今生活着 有一个责任 要为全人类 要为全世界来磨福利 要付出我们的恩赐 来提出贡献 另一方面 我们也想到 眼前的这些人 将来有一天 都要离开这个世界 没有人告诉他们 他们离开世界以后 要做什么 没有人告诉他们 今生活着 面对永生 最重要的是什么 没有人提醒他们 没有人陪伴他们 没有人 来带领他们 神 先呼召了我们 先建立了我们 先让我们有这样子的理解 有这样子的真理的光照 求神就帮助我们 一个一个 我们也被预备 被塑造 你呼召我们 就像立位人一样 今后我们的人生 就是要帮助其他的人 我们其他的 就像立位人帮助他的 其他的兄弟一样 让他们也可以认识神 紧紧的与神连结 最后 整个国家 整个民族 都可以成为神的选民 谢谢主 神不是只有拣选我们 让我们自己庆幸而已 神是透过我们 要再得着全人类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在末后的世代 成为末后世代的立位人 也让我们在末后的世代 领受神 最后 天国临近的时候 耶稣再来 以前 最后的 一个 神所拣选的 立位人 求神听我们的祷告 保守看顾我们 所领受的道 保守我们 与你所立的约 保守 你在我们生命当中 神圣的护照 谢谢主 这样子的祈求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